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北京时间4月24日之前结束的CBA焦点对话,最终辽宁还是险胜浙江杀入到了总决赛当中。 这场比赛裁判的判罚某种程度上还是有一定争议出现的。 也正是因此,赛后裁判事件也引发了热议。毕竟全场比赛,辽宁南篮全队得到了58次罚球机会,而对面的浙江队只有32次。 同时,还有一个争议的点。辽宁队的外员,五哥一个人得到了26个罚球机会。 这个罚球数量平了季后赛历史单场罚球出手处的记录。 他整场比赛就得了26分,只进了两个球,相当于其他的22分都是依靠着罚球得到的。 辽宁队的罚球对于普通的球队来说确实是有些多了。 更不要说,这场球朱续航成为了最大的受害者。 他在第三节由于辱骂和攻击,裁判吃到了技术犯规。 而之前,他就已经四犯了,所以这次是五犯,后续上场不到两分钟,又被福格,亲自打出一个犯规。 六犯离场,两节半的时间,六犯朱续航,在这场事关球队的生死战当中,坐在板凳旗上,看着自己的队伍打完了最后的一节半时间。 而且没有能够给球队提出任何的贡献,也正是因此,朱续航肯定是感觉到非常不甘心的。 他是这支球队的核心,首发大前锋,也是本赛季,到目前为止,浙江队内场均得分排在前四位的绝队核心球员。 所以他才会骂裁判,整场比赛朱续航,打了27分27秒,九投三中,三分七中二,罚球四中四拿到了12分四个篮板两个,助攻两个盖帽。 如果这个本赛季场,均13.2分,5.9篮板的高个炮台,最后时刻能在场的话,可能情况,也会发生一些变化。 当时朱续航,对于裁判爆出的那个场面,也是直接被镜头,拍了下来。 他嘴上在骂什么,相信只要非常了解,中国国骂的人都能够看得很清楚。 M.C.星号。M.而且他还是对着裁判喷的,就在深夜朱续航,终于进行了盗窃,为他之前骂裁判的行为,进行了致窃。 凌晨两点,朱续航这位绝对的浙江队核心炮台,写下了一段话。 首先他回顾了这个赛季,提到了俱乐部每一个人,对于整个赛季的付出。 以及他对于浙江球州,银行对这支球队,和球迷们感到残酷。 生死战,他显得很不理智,随后他也是写道,对自己比赛中的不理智,和对裁判老师的不尊重表示歉意。 同时希望,所有人相信他们,他们会更努力地训练,去卷土重来。 朱续航给出了,他的正确态度,向裁判道歉。 他不该不尊重,裁判老师,而真正引发他,爆发的不仅仅,是那个技术犯规。 还有之前,争议更大的情况。 朱续航,在一次三分线外出手,本来球警,应该是个三加一。 裁判居然吹着他踢腿犯规,还是进攻犯规,虽然三分算了,可是却送给,辽宁两个罚球,还把加罚,给取消了。 后续辽宁队的福泽,也有一个类似的镜头,却没有被裁判判罚,是进攻犯规,这种行为,也是让他非常不满。 要知道当时这个球,之所以改判,就是因为,辽宁男篮的顾问。 81岁,中国篮坛传奇蒋星拳,直接在场边施压裁判。 扶着裁判的肩膀,说了几句什么,裁判立刻笑了,并且听他的进行了改判,这样的情况,谁受得了呢? 而他骂裁判的这一幕,注定会成为所有人热议的焦点。 如果说以后,他能够成为下一个王哲林,打出像王哲林那样,成就的话,那么这一幕,会成为他职业生涯的经典镜头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